我要惡靈 我要太多了 因為我現在 我以前我在那邊住很久 搬過去的時候是那種很窮 騎摩托車去 我家樓下剛好機車停車格 我就停在那 可是近幾年 大概沒有什麼在騎車 就是都是只有繼承者 開始 沒有啦 還有坐現在比較快 你也不用日曬雨淋 頭髮還可以跑來跑去 所以機車就 發現我家樓下 停車格上面 就變一個置物櫃 比方說誰啊 我室友忘記帶鑰匙 我就放在機車 可以拿了就上去幹嘛 好 結果發現 就一放就放 以防就是以年多 你知道嗎 我發現那邊就奇怪 就沒有在騎 後來我也沒什麼 再仔細看我的機車的樣子 後來就開始 有一次就不小心要瞄一下 因為要放鑰匙 奇怪 跟我當初的小愛車 長得不太一樣 開始 上面垃圾很多 然後移墊也就破掉 被割了 開始會有垃圾 煙地 衛生紙 都放在上面 裡面是整個破掉 對 連海綿都沒有 塞很多垃圾 好像被打了兩顆雞蛋在上面 對 在上面 然後後來我發現我車 停車格 我就在那邊仔細看 它有時候位置會不一樣 會被喬來喬去 然後我就在上面 你不要亂動 因為我在那個 幾半年內收到了十張罰單 因為它把我的機車移到 機車格外 然後我就會被開單 然後我又去找 我又找不到人 我們家那個巷子 沒有監視器可以那麼 找到人了 你又很麻煩 就說幾百塊 算了啦 你就是了事就好 又把它默默移回去 但是我就在車上貼 貼了一個東西 就是說請勿移車 你就不要來移我的車 我就貼 我說OK嘛 不要來移 這台不要移 然後他說不要移 後來沒多久 我車就被移到紅線上 然後請勿移車被踢到上面 上面有個紅筆寫好 對話 他還跟你互動耶 他在那邊紅筆 他在那邊寫個好 他說好 然後又把我移出來 大概這一天是沒有紅單 之後覺得這個鄰居 太沒有個性了 我覺得他搞不好 只是來上班的 他寫好也代表他不思幽默 他其實也滿好笑的 他寫了個好 其實也滿好笑的 但是他移完的時候好 感覺也很差 車子已經壞掉了 又把他移回去 但是你停了一年 會不會你才是那個惡靈 那邊好幾個停車隔 一年了不行吧 好幾個停車隔 而且是很長空 車隔本來就可以停 對啊 而且那很長空 可是你爛成那樣會影響勢容 重要動作代表台北人 這麼重要一條路 隔壁還有好幾台垃圾車耶 真的 我沒有騙你啦 我的車在裡面 已經算是GoGo等級的帥 GoGo等級 真的好 米娜 好 我之前就是有去租過 就是那種樓中樓的小套房 然後那時候租的時候 就是房仲就會帶你去看很多間 就問你說你可能喜歡什麼格局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我就特地挑了 就是那個房子裡面是有浴缸的 因為它不是每一間都有 我想說冬天可以在家裡泡澡 就覺得很棒這樣子 然後我搬進去住了前半年的時候 我就覺得都很棒 然後鄰居什麼都很好 管理什麼都很好 直到冬天來的時候 我就就是開始會發生一些奇怪的事情 就有一天就是我鄰居就對門有一個媽媽 她就問女兒來按我的門 她跟我說不好意思 就是我們家的浴室壞掉 我可以借你這邊洗澡嗎這樣子 她跟她女兒 我覺得這個是很OK 因為你可能臨時就是熱水去壞掉 我覺得都有可能 我就借她 那像我們一般人如果去人家借浴室 你一定是洗一洗趕快回家 或者是 而且你一定會帶著自己的衣服 跟墨浴用品吧 她就兩手空空帶她女兒來洗澡 重點是一洗 她洗了40分鐘 她在我的浴缸泡澡 好可愛喔 她洗了40分鐘 妳以為是淋浴 她給你泡澡 對 我想說你應該洗一洗快走吧 就是因為不好意思 結果她洗了40分鐘 我想說算了... 反正就救急嘛 結果她走了 結果因為那時候就開始冬天了 就開始一直來 一直來 三天兩口 然後我家借浴室 好溫馳 踏錢錢然後借到 借了三次之後 我就開始覺得不太對 怪怪的 結果妳怎麼會一直來我家 結果妳家浴室也該修好了 因為寒流來 妳不可能不洗澡啊 然後我開始就講說不好意思 妳有時候我男友在洗澡 或者說我男友在大便之類的 妳怎麼敢男友男友 她會不會這樣講 真的 我說 那媽媽會不會這樣講 妳一醒醒吧這樣 沒有 她竟然說我男友 就會在客廳 因為我們都在家裡這樣子 然後直到有一次 我覺得她現在給我放大絕 妳知道她女兒圍著浴巾出來說 阿姨 不好意思 我家浴室壞掉了 傻眼 但是因為那時候我就想說 不行 不能再借了 然後她就再也沒有來過